最近有網民表示,自己辭職需要兩個月通知期 他按時間將辭職信放在經理桌面 原本發文後第二天就是上班最後一天 但發文當日經理就表示沒有收過樓主的辭職信 說如果想離開公司就要賠錢 樓主表示經理和同事們全部都知道他辭職 也曾經嘗試挽留他 但公司一直請不到人 所以出茅招說沒有收過封辭職信 開罐Opener就請教企業管理顧問張惠敏新姐 他說到有如此下場全因樓主沒有做兩個基本動作 首先打工仔辭職時應該親手將信交給對方 並在同一天內發電郵作紀錄 如果做好這兩個基本動作 即使對方說沒有收到 你依然有理據證明自己曾經交信 即使對方堅持不接納辭職也是無效